另外南洋青年会今天也在宜兰丢党广场 举办青年艺术季的活动 分为艺创新市集 青春舞台 还有红砖 故事屋等等五大主题进行 给青年文创表演艺术工作者 一个发挥创意的舞台 各路从事工艺实意图像的文创青年 在丢丢党广场涉滩 让大家看见他们的创意 超青土 它是一种材质很青的黏土 然后颜色很粉嫩 基本上我这些比较精致 我是让它是观赏用的 比较不能拿起来把玩 然后像这一种一体成型的东西 比较不会坏掉 就可以做成手机吊饰 手机吊饰 对 还有什么 钥匙圈 对 钥匙圈 然后还有磁铁 青年不走文创 在音乐上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哪里用舞台就往哪里去 离开你也真的错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正在想离开我 你看不到 你听不到 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去 为什么为什么要相遇 变成 陌生人 有了公寿和南洋青年会所主办的 青年音乐季 临完的旁口百香果红专屋 有安排说故事舞蹈的节目 让小孩感受故事的喜怒哀乐 或跟着音乐一起律动 身心释放 最主要是我们觉得 宜兰火车站这个丢丢堂广场 它的周遭有蓝洋舞蹈团 有黄大鱼儿童剧团 有吉米广场 然后有麦巴索 这种独立音乐 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 这一代的文化气氛 艺术气氛是最浓厚的 那何不利用我们这几个单位 中间的这个丢堂党广场 可以一起去整合出一个 充满青年人活力的一个 艺术节的气氛 所以我们这次就号召了 黄大鱼剧团 然后还有也去申请了 县政府的支持 还有文化部的支持 然后一起来把丢堂党广场 化身为一个很温暖的 然后充满青年活力的 一个艺术节 给文创青年一个发挥 创意的舞台 青年艺术季 今天首次开展 错过的话 明天上午十点到晚间六点 还有最后一天活动 一来兴起着黄春汉怎么到